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铁手 号称冷虎威龙 铁衣神风 赤手胸拳 万军莫敌 追命 号称快腿飞侠 轻功起高 腿发无霜 过血无痕 冷血 号称飘零剑客 善用49路无名剑 剑法凶级 狠纳无比 四人狭肝一胆 破案无数 人称四大名鼓 2012 陈家尚挑战武侠新高度 两岸三地实力明星联媚出演 大野幕呈现温瑞安武侠经典 四大名鼓汇集精诚 首场发布会开翻全场 各路侠市大线神通 东南卫视首英里 四大名鼓首场发布会盛装呈现 欢迎丽临东南卫视首映定 有请主持人大佐 谷晓 现场的各位贵宾各位媒体的朋友们 大家下午好 各位好 欢迎各位来到电影四大名鼓 首场发布会的现场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大佐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谷晓 其实如果说到四大名鼓的话 我相信大家非常的熟心 是 因为最早呢 它是来自于温瑞安的小说当中的原型 其实之前我记得我们从小有看过 很多关于四大名鼓的一些影视的作品 特别是电视剧 那去年的四月份呢 陈阿尚导演呢 是将四大名鼓正式地搬上了大荧幕 来拍摄电影的一个版本 那历经了一年多的时间的紧张的筹备 跟制作之后呢 这部电影终于很快要跟大家来正式地见面了 对 正式见面的时间呢 是在7月的10号号 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 一定要去影院去观看一下这部电影 那究竟这一次全新的电影版的四大名鼓 会给我们带来哪些不一样的武侠新体验呢 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掌声请上的就是我们导演 陈嘉尚先生 有请 欢迎 身体好点了 慢些 慢些 1973年 1973年 年仅19岁的温瑞安 发表了四大名鼓系列小说 一句风靡华人文坛 温瑞安也因此 与金庸 梁宇生 吴龙 以便被称作四大武侠作诗 四大名鼓系列 更多次被改编为影述作品 2012年 金像奖导演陈嘉尚 重归武侠片领域 首选四大名鼓系列为文本 全新阵容 全新改编 黑暗世界 武惑光明 开拓武侠电影 全新巨界 陈导 为什么这一次要翻拍这部电影呢 大概是因为过去 也有很多成功的作品 可是你要是看到 温瑞安老师写的一个小说 里头的序 谈到了他对过去 把他的改编的电视电影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温瑞安老师说得很好 他说没有一个戏 真能把我的小说拍出来 我当时一看 我觉得这个有意思 然后老师说我是很怕拍武侠片的 我从来没真正地拍什么武侠片 苏喜儿有人说基本上不是武侠片 反正你基本上都在拍爱情 是 然后有一阵子我是拍《枪战》 其实是因为我的老师徐克是最好的武侠片导演 对我来说拍武侠片很大挑战 没有把握不敢碰 这一次可以说是我鼓起了很大的勇气 就是说好我来拍一个武侠片 可是我一直在想我要拍一个让我的老师看见 觉得这蛮好的 但是他们讲说这一次的这个武侠片叫新世代武侠 什么概念 就跟过去的武侠片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是不是 对 可是你说完全不一样很恐怖 是吧 全部颠覆 怎么样去拍一个武侠片 跟过去的武侠片片完全不一样 就等于说从开头的概念 想故事的方法拍摄的方法 你基于表现方法完全要改变 所以其实改变是有多方面的嘛 比如说这个构造想法等等 那其实我们也非常好奇 这一次因为您这个新接触这个武侠片 包括《四大名谱》 其实也是电影的首次的尝试 那我想问一下剧情有没有发生一些变化 有没有心在哪里 这个武侠片比较特别的 其实《四大名谱》尽管 可是一开始就想了三部曲 然后基本上就是冷血的三部曲 冷血的三部曲 是基本上是整个故事就完绕着 三部戏完绕着冷血这个人物 怎么样加进了《四大名谱》 然后成为了《四大名谱》的故事 所以是跟一些过去 我过去的戏都很不一样 我很小会用三部戏去拍一个人物 我一直很好奇 你刚刚也讲过 因为从头到尾都要不一样 跟以往的武侠电影也很不一样 然后其实武侠电影 你也是一种全新的尝试 在你心中你理解的武侠 它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的 我觉得武侠最重点在侠 侠 功夫片不等于就是武侠片 没有侠的电影就是功夫片 就打话 就是武术的部分 对 侠的部分我觉得太重要 年轻的时候爱武侠就是因为 我多希望我能成一个侠 是吧 大侠 对大侠 大侠当然是武功高强 可是最重要的部分就是 能路见不平拔刀商作 整个路见不平这一个 就很厉害我觉得 就是说你看见什么不平事 你看见什么公义的事 你不会站在哪里会上前 就是武侠偏里头对我来说 最重要的一个点 最让我每次我都回去 我要看武侠片 是因为我觉得这些好强 其实我可能武功不比他们高强 可是我可以学他们这一部分 就有爵士功夫 同时又有狭义的精神在我 对 这就是您全新理解的 一种武侠的东西在里面 是 我们刚从陈导这个讲述当中 看出这部武侠片 和其他片子的有所区别 所以再次提醒大家 7月12号 这部片子就要上映了 希望大家前去观赏 也谢谢陈导 谢谢陈导 谢谢 先休息一下 当然除了陈导 刚刚讲的这些 我们电影四大名补的一个 明星的阵容 同时是大家非常关心的 非常强大的 是 那这也是他被称之为 是新世代武侠的一个原因之一 所以电影当中的 这个四大名补 其实会给我们带来一个 全新的搭配 而且会和很多 一些非常接地气的人物形象的出现 对 那么接下来呢 先来看一段短片 来看一下这部影片的精彩片段 看一下 看一下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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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赞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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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吏 贪赃枉法 盗贼横行 民步两生 四位决士高手 横处江湖 依法办案 伸张正义 深入民心 人称四大民补 掌声欢迎 民补会经师 有请 有请我们的主张的商场 有请 哈喽 欢迎各位 再次欢迎我们各位民主 好了 我们先听他们给大家打声招呼好不好 自爆一下家门 好不好 沐帆龙 先来 你先来 自爆一下家门 那个 我的角色就是邓桥的那个对手 邓桥的对手 很简单的 叫什么名字在里面 陈冲 他是属于是深入府的还是六扇门的 六扇门的一个领导 嗯 六扇门的一个领导 有可能观众很讨厌的那个 但是这个领导的普通话讲的不是特别好 外国领导 外国领导 对对对对 好 接下来我们这位中国的朋友 我是六扇门的小普快 叫大狼 大狼 那你给他 你为什么取个这么大气的名字 我在戏中好像有一句台词说 从小觉得自己比较野性 对对对 起了一个叫狼的名字 没想到起完之后温数很多 没有没有 主要是他的身高 所以取了一个大狼 等一下 我问一下 你是属于六扇门的吗 没有没有 神后府的 你看看 自己哪个机构的都不知道 说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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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个 它是六扇门的间隙 对 这个 对 你看在电影当中 这个四大名捕 这个冷血就是我们这个 六扇门的第一高手 那我是这个冷血的领导 哇 他比冷血还高 这样子 对不对 好 姜一燕 姜一燕 我在戏里面 这个人物鸡摇花 很复杂 要说他属于哪个门派 其实是他的老板也很复杂 我有很多老板 然后怎么说 所以你也搞不清楚你究竟属于谁 不是 因为我不能剧透 对 所以保留一个神秘感 反正她的身份 然后她的人格都很复杂 这个女人 那但这个女人就是在哪上班呢 到底是 这是要我剧透吗 剧透在哪上班 都可以吧 早堂 你说对了 刚刚那预告片里 预告片里不是有澡堂的吗 哦 这样 所以斯大名谱这第一部还有个万号 就姜一燕 到底是属于哪上班的 对对对对 你看完电影之后 你就会有个结果了 没错没错 来 刘亦菲 我是残疾人保护行贵的 为什么会这么说 没有 因为我是那个 在那个戏里面是坐轮椅的嘛 没有开个玩笑 我是那个神后腐的 这也没什么关子 因为就大家都知道 那原著里面就是这样的嘛 是 那你扮演的是吴晴 对 我扮演的是吴晴 来 登场 来吧 我扮演冷血 然后 对 其实我跟 对 一燕刚刚说过的也是一样 有点像 对对对 其实这也倒不怕剧透 是吧 可能就是 最终落脚是在六扇门 还是 神后腐是个谜 对 因为我们还要拍嘛 第二部第三部 你现在 第一部上映 已经为后边埋伏笔 其实今天到场的是 两大组织成员 是 就暂且这样概括 对 因为一个是神后腐